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有些朋友给我们留言的 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他们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的专家的呢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无需不动算法店 是我的妈妈想要申请绿卡的renew 但是我们已经在去年2021年2月底的时候申请了 但是今年的2月份都已经到了 但是还是没有收到绿卡 我上网有问过 然后他们说他们正在办理中 然后最近一次我有在问的时候 他说因为他不能够确定我们发邮件的时候 是不是我妈妈本人要问他的信息 所以他不给回复 但是我是从申请绿卡的网站发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回复 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呢 才能知道要怎么样来继续查询要什么时候才能收到绿卡的更新呢 谢谢 再见 好的 那我们赶快帮他请出我们的移民律师 10号温迪徐薇婷帮忙解决 温迪你好 你好 各位朋友你们好 给你拜个年 那么这个绿卡的renew了 谢谢你 他到底应该是怎么来做呢 看来他好像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都没有做好 对 首先我们想讲一下 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原因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renew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时间拖的比较长 在我们其他的申请当中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需要做好 就是说等待时间比较长 你可能会要长期联系移民局 推述这个案件的进度的这样一个准备 那现在我看了一下绿卡的延期的审理期 在移民局的官方网站上显示的是6到14.4个月 就是在6个月大概到14个半月左右 都是属于正常的审理期 所以刚刚那个听众他们是去年2月抵交的 现在还没有消息 还在审理 那是还在正常的审理期当中 所以我会建议他继续再等一点点时间 看看有没有消息 那如果他比如说比较急 希望能够早一点有消息的话 可以联系移民局 那联系移民局的方法 他刚刚也讲到了 移民局因为他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就是询问的人是不是申请人的本人 所以没有办法release他的这个案件的进去 这个是移民局的普遍的政策 是正常的 所以在打电话联系移民局的时候 你必须是申请人的本人 或者是在档案中你申请人委托的这个律师 律师本人 或者是你有第三方 但是必须要申请人本人在场的情况下 移民局才会把这个申请人的案件的一个情况告诉这个人 那你在打电话的时候 你需要准备好就是你的申请的案件号码 你需要有 这个移民局的官员会问你的案件号码是什么 或者你的A号码是什么 另外你的名字 生日还有地址 都是移民局会要跟你合罪的 所以你在打电话之前 把这些信息准备好 他要确定你是本人 或者你有本人在场的情况下 授权第三方 直接跟移民局来联系他这个案件的情况 那这样移民局他才会把这个申请的情况告诉他 那第三呢 我想讲的就是说联系移民局的一些方法 首先呢 第一个你可以打移民局的客户电话 他的电话是1800-375-5283 这个是移民局的电话 你可以去打 那他当然有一些自动的这个菜单 也有人工的服务 那你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按键 你可以跟那个就是就是这个Live Person 现场的人员可以讲到话 可能等待的时间会长一点 因为他现在移民疫情的时间 他的人数可能不太够 另外一个方法呢 你可以用Online Chat 就是网上跟真人去打字去询问情况 那这个的地址是uscis.gov-contact center uscis.gov-contact center 那你点到这里去呢 他也会可以在网上直接跟你打字联系 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是要是申请人本人 那核对了这些信息以后 他才会把你的案子的情况告诉你 那最后一个呢 如果他等了14个半月 还没有消息的话呢 他可以用移民局有一个Online Tool 里边有一个e-request 可以去问一下 你就选择我的case是 Outside Normal Processing Time 就是我的案件已经超过了正常审理期 你可以发一个e-request 那这个呢也是移民局会有回复的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给的一些建议 希望能够对这个听众的这个案件情况 有所帮助 哇哦好专业好详细的建议